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说了大盘趋势 我是做当天的 没有什么其他补充 大家好 我是东北比特币秦升 大家好 我是日经山本巴巴 日经指数和纳指一样 ABC回调 看36,755下跌目标 还有2000点下跌空间 最近美元可能大涨 彭博说中国默许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是美元的隐形对手 摔退恐慌将加速美金上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北黄金娜娜 黄金看2285支撑 趋势下跌 现在经济下滑 但是美联储4扛英派观点 我们认为下半年 银根会松动 黄金等210GLD ETF买 大家好 我是陈九霖 原油是我们分析师团队成立一个月以来 唯一没有交易的品种 这周日OPEC要开会 但是我认为看跌到74附近 大家好 我是美股K线王子李宜峰 我们今天说下美国十年国债利率的这根K线 十年国债在华尔街被称为大资金的产品 有钱人是玩国债的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成交量品种 昨天小摩的戴萌老总说 利率要攀上6%不是梦 但是蜡烛K线和形态却出现了母子线 破位走势 这说明什么 今天PC是低于预期 今天的芝加哥PMI是疫情新低 说明美国国债利率将走低的 和代劳总是相反 说明宽松或者避险情绪正在抬头 注意美债利率走势负面 它不一定代表纳指要走强 因为资金进入美债会压低利率 大家好 我是许浪涛 我和我们澳洲老师观点有点不同 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大四浪回调 今天跌的很猛 下周初走三浪反弹概率比各大 然后继续走五浪下跌 完成整个大四浪的运行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硅谷形态老师李磊 我是最后一位压阵的老师 我来总结下 我们每周都会开一次会 对大趋势做个分析 这是一个初步的轮廓 下周再来纠错总结 刚刚有同学说 你们一会儿说要做多英伟达 要朝底 一会儿说英伟达要跌到九百 我该如何操作 哈哈哈 我们是短线分析 长线其实你也不用来听了 主要是观众朋友要搞清楚你想要什么 你要短线赚了就跑 那来听我们的 关键是要赚钱 我们昨天天姐在英伟达的看跌期权上市赚了百分百 但是她以前一直做多的都是赚钱 赚钱最重要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VIP AI在股市投资之中就是要讲的准 不敢说百分百 至少要有八成赚钱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VIP 美国加拿大免费电话 180-0958-8561 昨天很多人都来酸老王 因为老王说话很直接 不看好特斯拉 大家心里蛮酸的 哈哈哈 其实我们专科老师都不看好 我从60分图看 九盘必跌 横盘走势 跌破167 将跌向140元附近 让时间来验证 最后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老王创作了一首天王歌曲 叫终于 特别适合炒股的小年轻听 赚钱了 爽下 再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暴风如何席 看到暴风如何细卷 将所有的一律 故事的野心 像雷霜在耳边 回响 挥舞着理论的起居 我们狂奔与无边的草地 这场盛宇 这场盛宴 只属于 带雨 旷野的勇者 终于 终于天空破晓 狂风打坐 我在高峰尖叫 自由的呐喊 再不去风雨 再不为未来 因为我知道 终于天空破晓 狂风打坐 我在高峰尖叫 自由的呐喊 终于不害无疑 心还痛快 再不去风雨